黑人朋友 就是在日本为什么这么少 然后在中国为什么遍地跑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坤 带你聊一个最真实的日本 嗯 今天给大家聊聊 黑人朋友就是在日本为什么这么少 然后在中国为什么遍地跑 这期的目的不是说 有点贬低的黑人朋友的意思 我只是说这个有这个现象而已 只是说一下这个 我自己的感受啊自己的感觉 这个不代表那个任何官方的一个东西 我只是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感觉应该是有可能的原因 造成了在日本的黑人朋友少 反而在咱们中国的 黑人朋友稍微多一点 这个话从两个方面 聊吧一个是国情的问题 一个是那个 就是人的那个 就是国民性吧算是 也是老规矩边吃边聊 刚下班回来好了 今天 先稍微喝一杯 我的杰克丹尼 稍喝一杯吧 不喝太多了 这个酒呢小喝疫情大喝上升 所以朋友们 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过量 我老婆跟我官女已经吃完饭了 所以我刚下班回来 我自己在这先在这吃 跟大家聊一下 我也是从网上查的资料 在日本的外国人 去年六月份统计数字 2829,416人 这是在日本有那个 登录的一个手段的 然后看那个国家分别吧 中国最多 百分之二十八 是有七十六万四千七百二十人 然后韩国是百分之六点五 四十四万九千六百三十四 然后第三个 越南 第四名是菲律宾 第五名是 巴西 巴西人这么少 我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我想着巴西应该仅次于中国 没想到巴西直排第五名 现在八十多万人 将中国人占百分之二十八 所以从这个大数据里边看 就是 黑人朋友 稍微少一点 因为 像美国 只占百分之二点一 应该黑人朋友来的比较多的 也就美国 算黑人朋友稍微多一点吧 所以百分之二点一 几率的黑人朋友 所以更少 从这个大数据看 在日本的黑人朋友 确实是不多 很少 然后 我说一下这个国民政策 这个问题吧 因为咱们国家 是给那个非洲 很多国家 关系弄得比较好 所以政策 有哪知道 你去哪个国家需要签证 需要过海关 你才能进入另一个国家 我这个没进过调查 还没进过那个查证 我只是感觉 咱们国家给那个非洲 南非的很多国家 关系比较好 我个人感觉应该政策 放得比较松 就是签证的时候 比较容易签 所以他们来务工的 也比较容易来务工 相对于来说 我刚才为什么说 巴西在日本 只排第五名 我感觉比较惊奇 因为巴西的话 它跟日本政府很好 他们不需要签证来日本 就是随时可以来 随时来可以打工 因为二战之后 巴西跟日本的关系特别好 所以造成 现在就是日本发展起来之后 跟巴西的关系 弄得也特别好 它这个应该是国家的一个政策 造成很多像非洲的朋友 想来日本打工 他们来不了 进来很困难嘛 这是我个人感觉 这是第一个 我说的是国家政策大环境 然后还有一个国民性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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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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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给我弄了个微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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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一个大环境就是国民性 因为日本 我个人感觉 是个比较排外的一个民族 往好的说是崇拜强者 往不好的说的 就是感觉轻眼怕眼 我个人感觉 我这个没有坏的意思 我只是个人感觉而已 他对那个外国人 就表面特别友好 但是心里边有可能就是出现那种 不能说是从心底上的排斥吧 就是你很很难融融他们的圈子 包括我 我现在我感觉还是算融入了 但是有时候也感觉有强 我已经来了将近十年了 还是感觉也稍微有点强 但是那强 没那么厚 但是还是有强的 所以说 特别是像咱们都亚洲人 韩国人中国人亚洲肤色 都是几乎跟日本人看不出来 就除非就是刚来的时候穿的衣服 或者就是发型了有可能不一样 时间长的话 也慢慢就是在日本买的衣服多了 也很难分辨出来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 这个东西我感觉 就是相对于亚洲人来说社会好一点吧 你对像我们黑人朋友 特别他们肤色不一样 然后如果在日本结婚生孩子 小孩去上学 很容易被欺负 因为日本这个社会 朋友们看的比较多的话 都会知道日本这个社会 就特别小孩 他们感觉是在玩 他们感觉是比较有趣 所以他们心里也是一种 算是一个叫气软怕硬 小孩们心里也有一个 就崇拜强者吧 所以对小孩们 就是从小也是 比较欺负的也比较多 这个我感觉也是黑人朋友 在这少的原因之一 因为肤色不一样 你走在大街上 虽然别人不会说什么 但是你只要跟他们说话 他们会很有礼貌的 说话干嘛的 他们会有很多人说那种 不能说有色言之吧 看你的时候 是黑人比较惊奇那种感觉 所以有个比较排外的这个心理 不像咱们中国人就是 有句老话吧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特别对于那个外国人朋友 和咱们特别友好 就很容易融入这个社会 所以我感觉 黑人朋友也是在 咱们中国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吧 这是我知道的 不代表任何人立场 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有可能不对 但是这个话 我没有贬低日本人的意思 也没有贬低黑人朋友的意思 我只是从我看到的一些事情 就是谈论一下这个事吧 好了 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话题怎么样 你们如果是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教一下我 好了 咱们下期耶 拜拜 叮叮叮